各位傳媒朋友 我現在就是離港 去越南作四天的官式訪問 在這四天期間會先後去到胡志明市和河內 都是會會見越南政府的高層官員 亦都會出席商界的午餐會 做推廣香港經貿的工作 一如既往我們都會跟這兩個城市 對著和工作的香港人會面 亦都會跟有些年青人有個座談 當然亦都會拜會國家在越南的大市 和在胡志明市的總領市 今次的行程有一個比較特別之處 就是剛好時間配合得到 我亦都會出席我們香港主辦這個 亞洲青年管言樂團 在河內有一場的音樂會 我到時都會出席主例 和向越南的觀眾推介 我們這支亞洲青年管言樂團 這支其實已經是我作為政務司司長 出訪的第五個東盟國家 過去幾年先後都去過新加坡 泰國馬來西亞和文萊 因為大家都知道 東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重要夥伴 已經是我們第二大貿易合作的夥伴 越南來說 近年我們兩地的經貿關係發展得非常之好 在東盟十國裏面 以貨物貿易計算 越南已經是排第三位 在過去五年以貨物貿易的增長量 亦都是平均每年百分之十八那麽高 近年亦都有香港很多的商家 特別是廠商 亦都在越南是有設廠 所以今次我都會參觀起碼兩家 是由香港人投資的 在當地設立的廠房 多謝你給我這個機會解釋一下 事緣在上星期五 我出席了一個向中學生 主要是中學生都有一些大學生 講解基本法的場合 我作了一個講話 其實講了很久 講了超過一個小時 到第二朝星期六 我打開報紙 見到有一張報紙拿這個標題 我都非常之驚訝 他就說我指 義恐護基本法是無需要條條同意 我個人是不認同基本法107條 公共財政質疑兩入為出 倡用儲備 我當時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有這個標題 但我又看了其他報紙 我的新聞秘書也看了其他報紙 就發覺唯獨這張中文報紙 有這個演繹 也作了報道的標題 所以我可以出一個官方聲明 澄清他的理解是錯誤 但考慮到只是一份報紙有這個誤解 我就請我新聞秘書聯絡 那張報紙總編輯 作一個提示 說你理解錯了 政務司司司長的講話 我們就沒有再跟進了 但當然我知道在過去周末 就出現了一些以鵝存鵝 斷端章取義 無限上綱 甚至是藉著這一點 對我作出一些人身的攻擊 所以今天我都想在這裡澄清一下 大家要知道 當日我是沒有廣告的 我是拿著本基本法做一個演講 演講的對象是中學生 所以我選取都是用一個比較生活化的方式 跟這些中學生去解釋基本法的條文 現在大家留意在我未講到這一段 關於107之前 其實我是援引了我很多過去十幾年 在回歸之後的工作體會 來解釋不同範疇的基本法 其中一個範疇正正講公共財政 如果任何人看過那段 都知道我完全認同基本法107條108條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的管理 因為我都有份去維護107條 大家都記得我曾經是當過幾年 有關公共財政的工作 被這張報紙和其後其他報紙引述的一段說話 是在最後的總結 當我談到近日香港發生了這些新的形勢 有一些立法會的參選人 他們對於基本法的看法 他們基本上是鼓吹港獨而不維護基本法 我就說有些人曾經挑戰過選管會 為何你的確認書只是引述 基本法三條而不是所有基本法條文都需要遵守 我現在再讀一次我剛時說的話 我多謝這樣說 我說當然你講基本法 在1160條條文中你無理由要求我每一條都同意 例如第107條我不同意 甚麼叫做兩日為出 你有很多錢你有八千億儲備 你就應該用為何要甚麼相適應 在這段口語化的說話裡面 其實那個我不是我政務司司長 是我說你去挑戰或不認同基本法 你或是會認為你不同意 所以那個我其實就是在說另一個人 等如我跟大家說 等如你問我 我作為政務司長你問我政務司長 你說這道菜很好吃 你不能說我都會認為這道菜很好吃 就是這樣意思 但是或者以後我在這些場合 如果一些比較生動活潑的方式去演講 我會特別留意 不過我都是堅持有時作為特區官員 時常都只是拿著一個稿來讀 就不是能夠很有效地傳達到 我們想傳達給市民的訊息 這是很明顯的 因為基本法160條條文裡面 有條文是說基本法可以修改 就是有這個機制的 如果可以修改 有些地方往後或它當某些情形出現後 是可以改 但是基本法第159條潑湖4 就是如果基本法要修改 任何修改都不能夠和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基本方針政策相抵促 而這個基本方針政策 就是要講基本法的第一條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們中國 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基本法第十二條 就是儘管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但是它是藉合於中央人民政府 所以這些好反映來落實 有關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基本方針政策的條文當然是更加重要 我想無謂是這樣講 等於由於一件這麼小的事情 是有些人解讀錯了一篇這樣的演講 而是可以無限上綱 我就覺得我們的社會真是太過泛政治化 或者是太過多那些陰謀論 事實上我都講多一句 自從我在五月出訪四川之後 就有些人士認為我好似是很有野心 或者是認為我是很有想去競選行政長官這個願望 而在近日就做了一些言論 我想跟這些人士講他們是枉費心機 因為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非常清晰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士是不斷地在衝擊特區政府 管治的意志 不斷地在挑撥離間在特區政府裏面的主要官員之間 和主要官員和公務員之間的關係 其實只會令到我們的社會是更加多紛爭 亦都是直接影響到特區政府能夠為市民做實事的空間 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反而沒甚麼所謂的 大家都聽過我公開講 就經過了這四年多作為政務司司長的歷練 我都大致上是做到百讀不侵的 在未來這十個月多一點 我都仍然堅持爭取每一個機會 無論是大的機會或是小的機會 為香港多做實事 所以在今天去完越南四天的外訪之後 我在九月又會出訪英國和德國 出席我們香港貿易發展局 在當地的大應推廣香港的活動 多謝大家 出席地務司司長 aya